2022年发生在河北省唐山的四位刚考完联考的女生 在庆祝考完大考吃烧烤的时候被九名二棍轮间杀害 事实经过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这几天有网友从他们录到的影像把事情一一的暴露出来 连歹徒自己也有发送影片 他有一位歹徒的影片自拍 说他们已经送60万给那个姓赵的警察局局长 已经把事情摆平了 人民币60万大概就是台币250万 所以他们当初就被第一时间就被放走了 那这四个女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然后记者现在也没办法到唐山去访问 因为你一下车就会被当地的警察拦截记者 记者还被托打 要留下姓名啊住职啊 你是哪家报社的哪一省来的 然后就被赶回去了不能报道 然后四个女孩子到底怎样没有人知道 你看现在这个公家单位所发表的新闻 除了有一支新闻的影片是 有一位女孩出来说 她就是四个女孩中的一位 她以后啊 生孩子绝对不生女的 以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受到伤害 但后来这支影片被民众认为是造假的啦 因为那个被不晓得是谁 把他泄露出来的烧烤店 久男暴力殴打 强奸那个女生的录影带 被人家不晓得是谁 见义勇为把他暴露出来以后 大家认为说 当时四位女生都被打到重伤 结果官方所曝的影片 那位自称是受害者的女生 脸上根本就没有伤痕啊 所以那是假的 所以记者又好奇去查 当时警察 当时记者还没有被管制啊 有人好奇去当地那个警察局啊 去查看他们出勤表 发现说出勤 出动警车去到烧烤店 竟然是案发后六小时耶 而且上面写的是 一般的打架事件啊 所以现在又有人在怀疑说 那六个小时后你才去 那公布的照片 有一个女子被送上救护车 脸都包起来 包扎起来 那个到底是谁啊 那其他三个女孩子呢 现在大家才知道 这四个女孩子到底是怎样的 现在知道了啦 就是 三个 可以肯定三个已经死了 其中一个可能重伤还活着 因为啊 有人入道了啦 性居民入道 因为 歹徒 有好几个已经 守在那个烧烤店门口嘛 那有一位女孩子 就从这个后门啊 逃到巷子 想要逃走 但是 被其他的歹徒 抓到 然后 就在那个巷子里 轮肩他 轮肩那个女的 然后已经被 白衣女子呢 已经被刺到满脸 都是鲜血 已经毁容的 听到他的 女同学在 金声尖叫 根据那个 录影带啊 那个女孩子 叫的 那个声音真的 很凄惨 很 很恐怖啦 那个公布 那个影带的人还说 你如果是未成年 希望你不要看 因为歹徒在轮肩 那个 那个女生 我都 血就流出来了 那应该是 处女啊 然后 这个 他被轮肩完以后 歹徒就开车 因为 他们的车子就堵在 那个巷子口嘛 你没办法逃 就这样 脸过去 然后那个女的 挣扎要 要逃 就在那边爬 再撵 再撵 一直撵 来回撵 所以 后来这个 巷子啊 到处都是 一滩一滩的血迹啊 我那个女的 就死在那里 然后那个 录影带还 看到那个 满面 被刺到 都是 已经毁容 都是血的 白衣女子 在 那个烧烤店店门口 听到 她的女同学 在被 轮肩 还用车子 碾压的 惊声尖叫 的时候 她就 不顾自己 她已经躺平在地上了 大家以为她 她已经死了 其实还没有死啊 竟然在那个时候 录影带就看到说 她 拼命的站起来 然后就 冲向那个 巷子那里 然后 然后这个 因为到巷子里 另外这个拍摄 拍摄的 这个拍到的 她就 巷子那边 她就拍不到 看看这个影带截图 红圈 圈起来的 就是 被奸杀 被 这个 车子 碾死的 少女的 一滩一滩的血迹啊 春暮惊心啊 你看至少 至少有 有几滩 一二三四 她从最 她从这边一直 爬到那边 就一直被碾压 一直被碾压 最后就 被火火 碾死啊 店员忙着 清洗地上的血迹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 唐山警方 是如何纵容 那个歹徒 按照道理 这个命案现场 应该要 拉那个 禁止 禁出的 条子 那些布条 都没有啊 还让这个店员 在那边洗 那就是怎样 淹灭证据嘛 然后从 从这个 沙跑店 里面那个 案发当初的 录影带显示 那个姓陈的 当时 还穿着 警方 警察的制服 可见 这个 姓陈的 主犯 他跟警方的 关系多好 他已经是 深背 七条 命案的 痛气犯 他竟然还敢 穿着警察的制服 应该说 他还能穿着 警察的制服 一定是 他跟某个警察 再喝酒 称兄道弟 然后他就把警察的制服 穿在身上 他背着七条 杀人的命案 竟然还能在唐山 这样自由禁出 其中有一个杀人案是 他把人家的头 驮火 这个驮火打死 打到那个 驮火碎裂 然后这个姓陈的 有可能是 这个三国时代 陈登的后代 因为他是 江苏人 然后这个 这件案子 发生的时候 他们在去猥亵 四个女孩子之前 那个姓陈的 曾看到 烧烤店有录影带 监视器录影带 他多嚣张 他还跑到那个 监视器的下面那里 然后看着 抬头 看着监视器说 我们现在 就要在这里 强奸 这四位 漂亮的美美 然后就过去了 然后就在那边 先上下打量 那个 这四个 女学生 然后说 很美 很漂亮 然后就 伸手 到人家衣服里面 去 摸奶 结果 那个黑衣服的 黑衣服的 女生 看到 白衣服的 女生 被这样 猥亵 他就 把 把那个 酒瓶拿起来 就丢向那个 丢向那个 姓陈的祖贤 就这样 这个姓陈的祖贤 开杀了 而这个 这个黑衣服的 女孩子 很惨 他很漂亮 他就是被 被这个陈贤 抓到二楼 去轮间 他被抓到 二楼去轮间 然后轮间完了 就直接把他 从二楼 狠狠的摔到一楼 就死了 这一段 从二楼摔到一楼 附近居民 有路下来 因为那个女孩子 被轮间的时候 叫得很凄惨 很惊声尖叫 那附近住民 都有听到 但是 没有人敢来救他们 只偷偷的 开着窗户在那边 录影 当地 住户录影 录影到 唯一没死的 那个女孩子 没有当场被 轮间 被 被杀死的 那一个 她被硬塞到 那个 后车厢 据大家 研判 应该是要 再 再往 别的地方 轮间 或者 像那个江苏 有一个 女孩子 也是很漂亮 被 被 流氓 性侵 然后 还不放她手 用铁链 把她 关着 链着 关着 就当性奴 照 照 三餐 强奸 这件事情 在 中共国 也是 很轰动的 叫 铁链女事件 大家可以去 上网 查一下 那 这个 这个 唯一 没死的 下 后来 到底怎样 现在没有人知道 她应该 就是被 被 歹徒 载走了 然后 现在到底怎样 不知道 可能已经变成铁链女被 关在 某个地方 或者已经死了 也不一定 所以 才有人说 四个女的都已经死了 因为 因为到现在 都没有这四个人的消息 连那个家长都 不敢出来 讲话 只有 那个 白衣女的 自称 自称是她母亲的人 曾经出来 说话 现在 大家也怀疑 这个所谓母亲 也是假的 就像 那个 当初有一个 就是说 四个女孩子中 唯一 比较 这个 可能是 没死的 那个 就是被塞到 后车厢里面 有曾经出来说 她 怎样 怎样 她以后 不生那个女孩子 以免在这个社会 生存下去 太恐怖了 但现在也有人认为 那个 那个也是假的 因为 脸上根本没有伤痕 所以说 现在四个女孩子 就是 三个 已经死了 你看那个 车子这样 来回碾 地上全部都是 血 那一定死的 然后那个 白鱼 白鱼女是 最早被猥亵的 那个 刚刚有说过了 那个诚信歹徒 换案之前 还 还对着 那个 监视录影机 说 我们现在就要在这里 强奸他们 然后这个 公布这件事情的人 还说 根据这样的判断 他们这一伙人 干这种案子 已经不止一次了 应该很多次了 就是专门在这种 吃饭的地方 在寻找目标 已经干过很多次了 所以他们习以为常 你反抗他们就杀 就当场人间 因为他们跟当地警方 关系很好嘛 所以他们不怕 那现在 中共 政府部门是改 改派其他 其他地方的 警局来办这件案子 但是 所派的另外 那个警局 叫做什么 方郎派出所 方郎警局 网友就要说 这个方郎警局 就是现在 这个赵姓局长 以前服务的单位嘛 所以这个方郎警局 跟跟这个 这边的警局 是同意挂的嘛 一定是同意挂的 那你叫他们来 这边办 一样也会 包庇啊 结果 现在证明 的确是包庇啊 因为没有再办啊 没有再办 而且还禁止 那个记者进来 所以说 现在大家都看不到 那四个女的 而且也看不到 他们真正的家人 出来 说话 就消失了 就跟当初江苏 那个铁链女 失踪了之后 他们的家人 也失踪了 一样 所以四个女的 合理的研判 应该已经死了 尤其是那三个 被录影到 录影 录影有录到 就是 这个很惨嘛 那 一个被塞后车厢的 那个 现在 可能也是 死了啦 你看啦 中共国 就是这样 我们被那个 抖音真的 骗很大 我们在抖音 常常可以看到 他们的短片 是什么 有一个 女孩子 很漂亮 在街上 快快乐乐地 在走路 然后突然间 就被一个男的 拦住 然后那个男的 就说 抢劫 然后那个 女的 就会说 跌生跌气地说 你是要抢钱 还是要 抢人 然后那个男的 说 我抢钱 然后那个女的 就很失望 说 我没钱 你抢人 好不好 以前看到这种 视频都觉得 伯君一笑 现在才知道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 中共那边的 坏蛋 是 抢钱 抢人 还要抢命 连命都会没 而且因为 他们 就是 跟警察 都是同一挂的 所以你死了 也是白死 其实 中共 中共现在这样 不止唐山 一处 所以有 中共那边的 教授说 其实现在的 中共国 到处都是 唐山 那我们话说 回来 中共国 现在才是 唐山 其实台湾 很早以前 就是唐山了 这只是 大家 这个 不大清楚 而已 在 找 就白色 这个 流氓治国的 那一个时代 大概是几年前 三十年前 台湾 的情况 比唐山 还糟 全台湾 那现在 现在只剩下 大台北 现在的 大台北 还是 属于 唐山 这种状况 你看 台北的警察 现在敢对 黑帮 怎样吗 你看现在的 大台北的 黑帮 外省瓜 帮派 竹联邦 四海帮 松联邦 你看那个 只要他们有 有人过世了 举行 公计 你看那个场面 有多大 你说 你看那个 他们的公计 场面 警察一定要 到场 去维持 交通秩序 而且你看 没有在 扫黑的啦 如果有在 扫黑 怎么 这个黑帮 他们公计 的时候 大拉拉的 新闻 都要报道 新闻 每次都要 报道 黑帮老大 今天 这个 嫁女儿 今天 儿子结婚 这个 谁死了 今天 公计 公计 什么 好像这个 黑帮就是 很正 很正常 应该的 然后黑帮 那个 杀手 当街 开枪 打那个 打死 照理说 应该会 打死 打那个 馆长 还有不止 馆长 被枪杀而已 很多人 也都被枪杀 然后 杀手 都是直接 跑去 警察局 自首 天敌 全世界 没有这种 现象 只有台湾 有 所以说 这个 台北 大台北 台北 新北 比 唐三 绝对 还要严重 只是 大台北的 记者 大家不敢 报而已 表面上 装的 好像 台湾 很棒 治安 很好 好像 这样很 很不得了 这样 很好 一切都 万事尽好 如果真的是这样 怎么 大台北会那么乱呢 好 祝大家 身体健康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